迎奉天子 董卓死了 是吕布杀的 吕布杀董卓 当然并非为了貂蝉 貂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但吕布跟董卓的势必偷情 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拎起手挤扔向吕布 都大约确有其事 于是吕布向王允诉苦 王允是士族而且是名士 在董卓执政时成为朝廷的二号人物 董卓换了皇帝以后又迁都长安 还一把火烧了洛阳 弄得天怒人怨 朝野一片混乱 结果外官以袁绍为首 起兵讨伐 朝官以王允为首 策划暗杀 暗杀的障碍是吕布 吕布原本是首都卫戍司令 丁元的亲信 后来被董卓高价收买 便谋杀了丁元 成为董卓的贴身保镖 吕布对董卓不满 王允大喜过望 王允依然邀请吕布 参加他们的行动 担任杀手 吕布却犹豫 我与董公的关系就像父子 奈何 王允说 将军本自姓吕 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亲 如今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 还说什么父子 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 把他杀了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 据说 董卓死后横尸接头 看守尸体的人 在他的肚脐尔上插了根灯心 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 变成了一盏灯 而且一点就着 通宵达旦 然而胜利之后的王允 也犯了跟董卓相同的错误 那就是大开杀戒 株连无辜 大学者蔡庸也被诛杀 据说 杀蔡庸时 很多人表示反对 王允却说 当年孝武皇帝 没把司马迁杀了 结果留下一部诽谤之术 现在国运衰落 岂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 站在年幼的天子身边 结果是逼得董卓的旧部 铤而走险 杀回长安 王允暴尸接头 吕布则从武官杀出 到南阳投奔了袁术 朝政落到西北军阀 李绝和郭四手里 可怜的汉县帝 刚刚脱离湖口 又进了狼窝 更糟糕的是 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 李绝把皇帝 抢到自己营里 郭四则把百官 抢到自己军中 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 两败俱伤 死者数万 星义将军杨凤 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成等人 才得以护送汉县帝 还经洛阳 这一去 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 天子又变成了浪子 建安元年七月 皇帝终于回到洛阳 面对被董卓烧毁 破败不堪的京城 汉县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 对国家和民族 当然是不幸 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 一个极好的机会 同时对他们 也是一次严峻考验 既考验他们 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 也考验 他们能否抓住机遇 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 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 早在出平三年 代理眼周目的曹操 便与谋士毛戒 有过一番长谈 这番话 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曹操政治 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 堪称毛戒版的龙中队 毛戒指出 董卓之乱以来 社会动荡 国本动摇 经济崩溃 灾难流行 可谓国际不泰 民也不安 确实需要有一个 雄才大略的人 来收拾局面 成就王霸之业 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 貌似强大 却目光短浅 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 一是正义 二是实力 实力当中 又首先是经济实力 有了正义的旗帜 就师出有名 也就能克敌制胜 这就叫兵役者胜 有了经济的力量 就财大气粗 也就能进退自如 这就叫守卫以财 总之 有了这两条 就进可攻 退可守 因此 毛戒提出三项建议 即奉天子 修庚直 蓄君资 奉天子是政治战略 修庚直是经济战略 蓄君资是军事战略 可谓刚领性文件 曹操立即采纳了 毛戒的建议 并派使者前往长安 联系朝廷 却被河内太守张扬拦住 不得过境 这时 一个名叫董昭的人 出来帮了大忙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 由于袁绍听信谗言 对他产生怀疑 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 半路被张扬收留 董昭看出 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 便说服张扬与曹操合作 由自己掏钱 以曹操的名义 给李爵和郭四送礼 从此 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 并被正式任命为 燕周牧 汉县帝回到洛阳后 曹操立即派堂帝曹红 前往洛阳 拜见天子 却遭到董成和元树的拦截 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 去找杨凤 因为他发现 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 杨凤实力最强 而根基最浅 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 董昭自作主张 曹操写了一封信 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 杨凤出兵 曹操出粮 杨凤主持朝政 曹操作外援 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 生死气阔 相与共之 杨凤欣然同意 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 并承袭复决 费庭侯 正好这时董成跟别人闹了矛盾 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 迎奉天子的障碍 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 曹操进了洛阳 拜见了汉县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 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 竟然形同乞丐 皇帝也没有想到 在这混乱的年头 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 遵奉他 君臣相见 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 授予曹操福杰和黄月 陆尚书氏 授予福杰 就有了军中执法权 授予黄月 就有了内外指挥权 陆尚书氏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因为这时的皇帝 其实被捏在星义将军杨凤手上 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 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 他建议曹操将皇上 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 借口则是 洛阳无梁 要救世于鲁阳 鲁阳距许县不过咫尺 离杨凤所在的梁县也不算远 暗渡陈仓并不难 杨凤也不会怀疑 曹操一计而行 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凤才发现上当受骗 他想跟曹操算账 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 被历史抛弃的杨凤走投无路 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 后来被刘备谋杀 暂时住进曹操行员的皇帝 却非常满意 曹操不但大大的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 而且做得非常细心 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 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 采取的竟是归还公务的方式 曹操说 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 现在陛下起居不便 理应归还 曹操的这份细心 不能不让皇帝感动 感动之余 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 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 他不用再流离失所 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 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 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除 被杀害 他有了一个保护神 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 任命曹操为大将军 封五平侯 五平侯是县侯 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沸亭侯 高了两级 更重要的是 大将军是五帝以来 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 从魏清到王莽 再到后来的梁记和晋 都是大将军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 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 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 因为袁绍不愿意 揍了你 所以我们更经讨了 本当朗词 冷宗 dans 下子曹操 在这下子的 看到这下子的 这下子的 一定重痍